政府的尚祭劉領導播 靈寶薩的政策 有何公立的這個動物的 修養所 整個修容的 領養所要定起來了 今天有何民進黨立委 來開聯合記者會 讓農委會要提倡 修容所動物 領養比例 應該要研究 看說是不是 你會有領養 就一些醫療 保險保貼的 靈寶薩政策 購買這個公立 動物修養所 接近飽和 神祭大爆滿 要如何提倡民眾領養的議員呢 立委和議會建議 應該採用台北市的作法 民眾如果領用動物後 第一年全部醫療保險費 醫療費用 送種費用頂頂都有保助 來提倡領養率 台北市的這個領養毛小孩 居然的比例高達九成 那這個看起來 跟各縣市比較起來 比例相對高 很多很多 有這個保險費 跟沒有這個保險費 真的有差 修醫師公會 全國連學會表示 林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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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流浪動物最好的方法 不是去超級 合法的收養所 是找到萬一 照顧他們的家庭 受醫師其實是會希望 這些流浪動物 能夠進到家庭去 他才能真正的減少 流浪動物的 這些衍生的問題 林董 會表示 已經要來 從7萬的計劃 爬上每年優先 減退 林養率 比較低的高 讓林養的民眾 醫療保險費用的補助 目前 熱靈量比較困難的 比如說 35公斤以上的大型犬 還有7歲以上的老齡犬之 這些我們全力 來推動一個醫療保險費用的補助 到底是要補貼多少補費呢 農委會表示 國管市目前行政不一樣 像台北市補費補貼500塊 新得市就要補貼到1,700塊 要用什麼樣的方案 會跟保險公司來丟 目前幾月要弁劃 1,000多萬的優勝來做 如果還不錯 就會繼續 康大提供 記者 讓你們鄭季祥 代曝博德